那前面這個是工具人的情況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是萬年備胎 什麼是萬年備胎呢? 就是雖然你好像一直都在他的男朋友候補名單裡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機會永遠都輪不到你 備胎不是一天成為備胎的 很多人之所以會成為備胎 也是因為 哈囉,大家好,我是朱瑋馨Jess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就是你明明都對對方一片真心 但是卻常常遇不到對的人 你明明就只是想要好好談一場戀愛 接近你的人卻總是那些想要跟你玩玩 或者是只想要利用你的人 那到底是為什麼? 有些人就是特別容易遇到這種情況了 那今天我將歸納出幾個原因 如果你常常這樣做的話 其實對你的愛情不但沒有幫助 反而會很容易吸引到那些錯的人 第一個就是太注重對方的外在條件 當然我不是說你不能要求對方的外在條件 但是如果一個人 非常的注重這些外在條件的話 那他就會很容易因為這些外在條件 導致他看不清對方的個性 就像一個男生 他平常雖然非常討厭女生有公主病 覺得那些把男生當工具人的女生都應該下地獄 但是當他遇到一個外表完全符合他女生標準的女生 他就會突然有了不一樣的標準了 平常他討厭的那些缺點啊 在這個女生身上 他卻好像完全看不到一樣 就算這個女生有公主病 喜歡養工具人 喜歡使喚人 喜歡利用人 可是他卻總能用各種方式 來合理化他的行為 這也就是為什麼 如果太注重一個人的外在條件 很容易遇到錯的人 換成女生也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他今天特別容易被那些高富帥吸引 那他很可能就會 為了想要跟高富帥戀愛 而忽略了 兩個人在相處的時候 個性適不適合 價值觀相不相同這些問題 甚至就算懷疑自己被利用了 也捨不得離開 第二個就是 你不敢拒絕別人 為什麼這個缺點 很容易讓你遇到錯的人呢 我就要舉個例子 大家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白 像是 你喜歡的人 常常跟你要禮物 要你幫他忙 就算明明知道你那天有事 還是要你去接他下班 你因為喜歡這個女生 所以就會不敢拒絕他 而這樣子的不敢拒絕 會讓對方知道 你在他面前 是沒有底線的 所以他可以對你欲去欲求 就算他今天利用完你以後 不在感情上給你一個交代 他也會覺得 你一定會原諒他的 所以你們兩個的關係 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你越是幫他 他就會跟你要求越多 而且他用你幫忙的頻率 會一次比一次的更頻繁 那前面這個是工具人的情況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是萬年備胎 什麼是萬年備胎呢 就是雖然你好像一直都在他的男朋友候補名單裡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機會永遠都輪不到你 備胎不是一天成為備胎的 很多人之所以會成為備胎 也是因為不懂的拒絕別人 我直接舉個例子 像是有一個女生 你喜歡他很久了 雖然他有男朋友了 但是每次只要他跟男朋友吵架 就會來找你訴苦 甚至會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抱住你 說你最好了 為什麼他的男朋友不是你呢 你每次聽了都覺得好心疼 但是又會覺得 嗯說不定自己真的有哪一天 可以成為他真正的男朋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男朋友一個一個的換了 就是輪不到你 可是他跟每一任男朋友吵架的時候 都還是會回來找你哭訴 其實這種情況很明顯的就是 他只把你當作一個情緒的發洩口 他並沒有把你當作戀愛對象來看 他只是心裡累積的這些不滿啊 委屈啊 需要說給一個人來聽 而那個人就是不會拒絕他的你 所以我才說 備胎不是一天成為備胎的 你不懂得拒絕他的利用 那你就得花更多的時間 在這個錯的人身上 第四個就是太快放感情 很多人在曖昧的時候 就太快把感情放下去了 明明才跟對方聊沒幾天 就開始幻想 未來應該要怎麼跟對方求婚 以後要生幾個孩子 蜜月旅行又要去哪裡 就是因為這些想像 讓你對這個人越來越認真 當然談戀愛的時候認真是好事 可是你應該要想像 對方跟你是不是有同樣的想法 你聽到對方說的那些甜言蜜語啊 就認為對方是真心的想要跟你在一起 可是等到對方達到他的目的以後 才發現原來那些花言巧語 都只是用來騙你的 也有可能是他塑造了很多 你們兩個可能會在一起的假象 常常打電話給你 單獨約你出去玩 偶爾的肢體碰觸 或者是經常說一些曖昧不清的話 同時之間又跟你要禮物 要你幫忙出錢 完全把你當作一個工具人來使喚 你因為太快放感情了 所以沒有想到說對方只是在利用你 只會傻傻的覺得 喜歡一個人就是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啊 等到你回過神來發現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那以上這些原因很可能就是 為什麼你經常遇到錯的人 雖然能夠愛一個人是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愛別人的前提是先愛自己 如果今天你在一段戀愛關係中 不開心 那你絕對要主動的去離開這段關係 從來都沒有誰沒了誰不行 誰的生命裡面不可以缺少誰這種事情 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有幫助到你 我是卓爾生Jesse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麻煩幫我訂閱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